Hello 大家好 冬天一定要吃一碗 臘味糯米饭 不用生炒那么麻烦 用电饭煮也一样 首先把糯米洗净 浸水3小时 虾米去腸浸完 冬菇浸过夜保留冬菇水 糯米隔干水粉 加入调味料搅拌 虾干切碎 冬菇去腿切碎 腊尾飞水5分钟 然后全部切碎 下少许油 将所有配料炒香 将糯米放入电饭煮 将糯米放入电饭煮 然后加入炒香配料搅拌 加入200ml冬菇水搅匀 加入200ml冬菇水搅匀 盖盖 降下煮饭程式一次 然后再烤多15分钟才打开 打开用饭酌搅匀 加入蛋丝、葱花和炸花生 配炸花生一起吃最好吃 纳米糯米饭 用电饭煮煮 真的非常简单 大家都试一下吧 多谢各位收看 下次见 下期见